我们目前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在阿里山奋起湖火车站的旁边 那其实您看哦 这边即便海拔1405公尺 但咖啡店呢 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 其实呢 喝咖啡已经快要变成 台湾人的一个日常 即便在这么高的山上呢 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咖啡店 但您知道吗 台湾的咖啡产值大概800亿 那每年呢 需要的咖啡豆大概4万公顿左右 但台湾制产的咖啡豆 却只有1000吨左右 庞大的咖啡饮料商机 让阿里山上也兴起了 风情各异的咖啡庄园 采那个全红的就是全熟的 对 我们半绿的就不采 对 等到下一批采 咖啡王子方正伦 是2017年神龙奖得主 也是咖啡大赛的常胜君 原本念电子电机的他 回乡继承老爸茶园 看着园区里老爸实验性质的咖啡术 他想这些咖啡术 可能是他未来的新挑战 我做咖啡到今年刚好21年 就是2000年推伍回来的时候呢 我父亲就说有一块咖啡员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是种好玩的时候就 等到结果就应该要 该做些什么事情 可是那时候我其实不喝咖啡的 然后那时候阿里山的茶叶 还是很知名 所以其实是一个好奇心驱使 咖啡树适合种植在南北回归线内 温差大有遮蔭的环境 阿里山的纬度和气候 正好接近它种植的极限 一个极限是什么 纬度的极限 我们台湾已经在23.5度了 已经是很北边了 相对的再往北一点的日本 韩国 他们就是没办法种咖啡 再加上阿里山这样的一个环境 1300多到1400之间的高度 又是一个下霜的临界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酸害 就是在1500以上 那1500以下的话 它的酸害就变得比较轻微 所以就是咖啡豆 最适合生长的地方 全球咖啡主要分为三个品种 阿拉比卡是精品咖啡的主力 适合生长在海拔高的地方 阿里山种植的亿季咖啡 就是阿拉比卡的一种 比较好喝 也比较娇贵 需要呵护 是三个品种里面 果实最小的 又称为小果咖啡 这里是台湾1300多公尺的阿里山上面 原本这边都是台湾茶的产区 但因为咖啡的经济价值更高 这里成了亿季咖啡的另一个故乡 亿季这支品种 是目前市面上最流行的精品咖啡 方正伦将部分茶园改种咖啡 无甲的咖啡园 利用田间管理架设自动灌溉系统 定期检测土壤元素 适时补充咖啡需要的养分 白天热 然后高日照 所以它就吸收得多 可是到了夜晚之后 温差很低的时候 它在做释放的动作的时候 它就会释放得比较缓慢 所以白天吸得多 夜晚释放得少 多余的成分就存在果实里面 高温差让这里的咖啡豆 有更顶尖的风味 园区也是它的实验厂 引进世界各地不同品种 进行育种和实验 它想要创造一支属于台湾的 在地精品咖啡 这种给小来讲的话 它是属于比较高产量的益计 它是属于短节间的 什么叫短节间就是 叶子跟叶子之间距离比较短的 这叫做短节间 那短节间来讲的话 它的果实就会比较多 咖啡结果期大约从10月到隔年5月 收上果实成熟时间不一 每天都有果实会变红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哦 79 哦 443公斤 平均的话 是43除以5个人 对 今天平均一个人73 对 今天算是蛮多的 你看前面最多就是300多 今天就400多 咖啡成长时 光合作用形成的葡萄糖与淀粉 大量累积在果实中 所以咖啡是一种含糖量高的水果 一旦采下就得当天处理 否则很容易腐坏 不同处理方式会产生不同的风味 这些带皮或是只剩种子的 都称为咖啡生豆 未来都会进入市场 借由不同的烘焙师手艺 展露它属于台湾咖啡的味道 小 似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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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